而一选战 北台湾县市首长部分民进党全部报 总统蔡一文辞去党主席 而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被点名 选后第一时间苏贞昌口同请辞被喂留 王世坚再开后 如果真心想走谁也留不住 但想赖谁也赶不走 王世坚接着举出庆腹案 时任何苦董事长因而被撤换 结果苏贞昌上台竟把他派到更大的惊恐 另外还有建国啤酒厂都跟停摆影响北科大小弟 这都是在苏贞昌手上耽误掉的 而这还是当时蔡总统耳提命命的 所以苏贞昌阿爸这款顶多 蔡总统把所有权柄交给你 要你好好去做 结果你欺上瞒下 对于平平被点名下台 苏贞昌说现阶段国内外情势严峻 他会继续在岗位上率领施政团队继续努力 希望各界都能够给我们支持 但我们对于这次选举 我们谦卑面对诚恳来检讨 而选战后抓战犯声音四起 蔡英文希望中壮世代共同抗责 而民进党党内也掀起检讨声浪 包含是否要内阁改组 怎么样去启动党的一个检讨跟改革 来回应民众的一个期待 至于是哪个个人 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这是整个党必须要去面对 民进党是属于所有民进党员的 也不属于特定的世代的 民进党下一步怎么走怎么布局 备受外界关注 TVN新闻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